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说起这几卷字帖呀 那可真不是一般的字帖 它是纯画隔帖的最古老的版本 说起纯画隔帖呢 也许很少有人知道 它是宋代纯画年间 编的一套这个纯帖或者叫法帖 其中有史卷 包括从这个先旗一直到唐代 一千多年 历代帝王 名臣和书法家的末迹 103个人的420件作品 后人盛赞这部法帖为 《中国法帖之冠》 可是这套法帖呢 后来在战乱中 这个散失 后来又流失到海外 那么说起这个无价之宝 是谁制作了这个无价之宝呢 既然叫纯画隔帖 那它一定是纯画年间制作的 而纯画呢 是北宋第二个皇帝 宋太宗赵光义的年号 这部纯画隔帖的制作 这不是别人 正是这个宋太宗赵光义 你说堂堂大宋皇帝 怎么连写字用什么字贴都管呢 这就得说是这位皇帝赵光义了 这位赵光义对皇帝 当得有那么点蹊跷 怎么个蹊跷呢 古代皇权的继位 都是父死子继 可是赵光义却是胸中帝极 按理说中国古代 并不发胸中帝极的先例 那都是哥哥没了子嗣 则无奈之举 可是赵光义的哥哥赵匡义 他有两个儿子 赵匡义死的时候 这两个儿子都已经长大成人 那么为什么赵匡义 没有把自己的皇位传给儿子 却偏偏传给了自己的弟弟呢 这就是蹊跷之处 据宋史记载 开保九年即公元九七六年 赵匡义呢 更于万岁殿年五十 意思是这个赵匡义死的时候啊 只有五十岁 这五十岁正当圣年啊 没有任何症兆 也没有得什么病 突然死亡了 因此人们就怀疑赵匡义 很可能是被谋杀的 那么究竟是被谁谋杀的呢 因为赵匡义死了 赵匡义当了皇帝 他是赵匡义死后最大的受益者 因此这一千多年来啊 这个怀疑的目光就投向了赵匡义 那么赵匡义真的会谋杀自己的亲哥哥吗 著名的历史学家司马光 在宿水记文中描述 那天晚上的四经时分 这太祖赵匡义驾崩了 皇后立刻派人叫太监王继恩去通知秦王赵德芳 赶快到秦宫来 这太监王继恩啊 却没有到这个秦王府找赵德芳 却到了晋王府去找赵光义 他来到晋王府 看见晋王府门口坐着一个人 这人是医官程德玄 他就问程德玄 你在这干嘛 程德玄回答说 昨晚二经时分 我听门外有人喊 晋王赵剑 我一出门 没人 反复三回 我就觉得这晋王可能有事 所以我就来到这儿 等着晋王召见 这王继恩大吃一惊啊 联邦把太祖皇帝驾崩的消息 告诉了程德玄 二人立刻扣开晋王府大门 进了晋王府 就把这太祖赵匡义驾崩的消息 告诉了赵光义 赵光义大吃一惊 同时这两个人就对赵光义说 赶快进宫 赵光义是犹豫不决 他说我得跟家里人商量一下 这赵光义回到屋里 跟家里人商量 这二人就在外面等 半天半天不出来 这王继恩就在外面喊 你抓点紧啊 再晚了就让别人抢了先了 听了这话 这赵光义才从屋里走出来 三个人不行 来到了皇宫门口 敲开宫门 这个王继恩就对赵光义说 这个殿下 您先在这儿等一会儿 我进去通报一声 程德玄说 等什么等 进去不就得了 这三个人进了皇宫直奔 寝定而来 皇后一听 王继恩回来了 连忙问 德方来了吗 王继恩回答 是进王大了 皇后一看是赵光义到了 大惊失措 连忙说 官家 我们母子的命 就全靠你了 这个宋代啊 这皇后叫皇帝为官家 赵光义一听皇嫂 叫自个儿官家 显然承认自己是皇上了 马上接口说 放心 共保富贵 司马光义上的描述 无非是想证明 赵光义死的时候 赵光义不在现场 就是为了洗清他 士兄篡位的嫌疑 可是这番描述 却不小心又透露出 另外一个秘密 什么秘密呢 赵光义死的突然 没有留下一赵 并没有说把皇位传给谁 至少按皇后的意思 是要把皇位传给他的儿子赵德方的 可是突然赵光义闯了进来 这皇后集中生智 就叫了一声官家 而这赵光义呢 也就顺水推舟的 接受了这个称呼 如果司马光解释是实情的话 那么赵光义当皇帝 却是不得已而为之了 那么这位不得已当皇帝的赵光义 这皇帝当的究竟怎么样呢 赵光义继位之初啊 倒是能够按照赵匡印制定的 先南后北的战略 先灭了敏国 越国 后来又灭了北方的北汉 等等地方割据政权 可是当他新兵北伐 攻打大辽的时候 却显示出作为一个军事统帅 作为一个异国皇帝 资质的不够了 大宋一进攻 辽国呀总是诱敌深入 这赵光义却不及取教训 不是中了埋伏就是陷入重围 相比之下呢 辽国进攻宋朝 宋朝拼命死死的拦住 不许这个辽兵 深入自己国境 这种僵硬的 这种笨拙的战略 表明啊这赵光义啊 作为军事统帅 作为一国领袖 比起大辽国的统帅 逊了一筹 这赵光义不会打仗 战争总失败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什么原因呢 这大宋朝建立之初啊 一直实行着一种国策 叫中文清武 那么赵光义 为什么制定中文清武的国策呢 因为他是个武将出身 又经历了五代 军阀割据 天下混乱的这种局面 他深深体会到 这武将手中有兵权 他专权对皇帝 对社会秩序都是一种威胁 于是呢 他就采取了措施 要限制武将的权力 具体采取哪项措施呢 第一 缩小禁军手中兵权 第二 把这禁军呢 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住在境内 一部分住在郡外 两个部分 定期相互调访 形成一种互相监督的态势 第三呢 军队平日里交给三牙管理训练 调兵权归 输民院 要打仗了 才临时任命将领 从而造成将不持兵 是兵不持将的这种局面 这种措施的确有效地防范了 军阀的产生 所以整个宋代呀 几乎没有发生什么 军阀割据武装政变的事情 有效地保证了皇帝的安全 和社会秩序的稳定 可是啊 你这部队里 将军和士兵不认识 就没有同仇敌恺的感情 直接降低士气 那么武将啊 他中文清武啊 在陶庭上边缘化 不被重视 不被信任 也就影响了武将的这种积极性 种种原因呢 就使得这整个宋朝啊 皇帝是安全了 可是国防力量去削弱了 所以整个宋朝啊 要么就是进攻失败 要么就是被动挨打 以这个对武将不信任相反 形成对照的是 对文人的尊重和重用 这道匡印呢 特别重用文人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 尊崇儒家 重视教育 第二呢 完善了科举考试制度 第三 他发誓 要以世代夫共治天下 还把这句话 刻在石碑上 以世庄严和郑重 不过还别说 整个宋代 文化事业很繁荣 在百家讲坛的微信平台上 有一位名叫春晓的网友提问 您觉得宋代的社会风气 和皇帝众文轻武 有没有关系 那社会风气 到了宋代啊 渐渐的这个 对读书特别推崇了 一个是赵匡印 中文轻武 再就是赵光义 扩大了这科举的 陆区名额 他实际上就是想把整个 这个统治阶级的队伍 从这个军人 换成文职官员 这样一来呢 皇帝安全了 就没有什么军发的产生了 这个使得整个社会风气 渐渐就越来越重读书了 这也是宋代对后代一个重要的影响 最后得出了个结论叫 万本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了 宋太宗赵光义心中 一直有一个巨大的隐忧 那就是世人对他皇位合法性的怀疑 如何消除猜忌 如何维护自己作为帝王的无上权威 是他必须要考虑的头等大事 其中以文治国笼络文臣 变成了他消除猜忌 建立权威的重要举措 在太宗皇帝众文清武的大政国策下 纯化隔帖应运而生 那么被誉为法帖之祖的纯化隔帖 诞生的背景是什么 他又经历了怎样复杂的制作过程呢 说起这纯化隔帖呀 这个制作却完全出于偶然 那么事情究竟怎么回事呢 纯化三年 也有一天呢 赵光毅就阅读大臣门的奏折 那么徐玄写的《江南路》 引起他的兴趣 尤其这徐玄的书法 哎呦让他大家赞赏 这徐玄呢是扬州人 曾经是南唐的御史大夫 南唐灭亡之后呢 就投了送场 这徐玄公于文词 擅长书法 尤其擅长这个传书和隶书 可是这个赵光毅 读着他这个徐玄的《江南路》 读到最后突然发火 勃然大怒 生气了 为什么 这徐玄在他这《江南路》中写什么 让这个皇帝龙言不悦呢 这徐玄最后一句写道 历数有尽 天命有归 意思是 南唐的灭亡 是由于气数尽了 天命是然 你说这句话 赵光毅生什么气呢 因为这句话言下之意啊 南唐灭亡 跟你大宋皇帝的这个 神明勇武 没关系 而且在《江南路》中 这个徐玄还表露出 对南唐这个小朝廷的 几分留恋和怀念 你说这能不让赵光毅生气吗 赵光毅就想把这个 至今为止还怀念南唐的徐玄杀掉 可是一想这太祖皇帝有过祖训啊 叫不杀世代夫啊 要与世代夫共治天下呀 只好忍了 可是赵光毅转电又一想 我忍是忍了 他们这个反抗的对立的情绪 如何化解呢 而这徐贤可不是一个人啊 纯啊 怎么办 终于想出了一个 两全其美的办法 第二天 他就照王柱来见 明亮王柱 你带领徐贤等这帮的书法家们 编一套法帖 为什么找王柱呢 因为王柱啊 他是皇帝的士叔 也就是书法老师 这赵光毅啊 非常喜欢书法 既然是书法老师 主持编这个法帖 当然非他莫属了 这下徐贤这帮的人可有事干了 因为这伙工作量非常大 既靠时间又靠精力 这帮的文人呢 在编这个法帖的过程中啊 渐渐就把他不满 郁闷 这些情绪呢 就化解了 人们可能不相信 你说就编一个法帖 有这么大工作量吗 这就得说说这个法帖了 制造这套法帖 分两步 第一步呢 先在这个宋朝皇室秘革中 所收藏的 自先秦到唐代 这一千多年来 历代帝王 明臣和书法家的这些 墨迹和作品 进行筛选 最终选出 103个人的 420件作品 筛选之后呢 进入第二步 将这些入选的作品 由这帮的书法家 用勾填法的方式 以鼻子的勾勒在枣木板上 然后让顶级的雕刻匠 将这些勾勒的线条 刻在枣木板上 制造一套永久性的法帖 这套法帖 一共分十卷 第一卷 收录了19位帝王的墨迹 第二至第四卷 收录了67个 历代明臣的墨迹 第五卷 收录了历代书法家的作品 第六七八卷 收录了东京时期 著名书法家 王羲之的作品 第九和第十卷 收录了王羲之的儿子 王献之的作品 枣木板的法帖 制作好之后 然后呢 用这个上好的 徽州贡墨 和名贵的成型堂纸 在这个枣木板上 制作榻本 然后把这个榻本 编撰从侧 这个祖刻本呢 制作金贵 数量极其有限 这皇帝赵光义啊 把这祖刻本 只赐给身边的大臣 和王公贵族 这些人把这祖刻本 拿回家 接着在这个祖刻本的基础上 进行翻课 就这样 纯化隔帖 就开始在民间 传播和普及了 所以 纯化隔帖的制作 这在中国古代书法艺术发展史中 是一个重要的举措 是一次普及运动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整个纯化隔帖 保存了大量的 历代书法家的真迹 我们都知道 书法作品是写在纸上的 可是这个纸制品很难保存 比如在唐代时代 王羲之的作品还保存了大约有上千份 可是在赵光义制作纯化隔帖的时候 王羲之的作品 不到一百五十份了 而且很多还是模本 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 王羲之的真迹已经荡然无存 即使模本也少得可怜 所以啊 如果不是纯化隔帖的制作 我们中国古代的书法艺术的传承 就会出现巨大的断层 我们引以为豪的 独此一份的 世界没有第二家的书法艺术 很难传承啊 这正如赵孟父所说 书法之不丧 此贴之则也 意思是书法艺术的传承 正是依靠了这个纯化隔帖的制作和普及 更为重要的是 宋太宗赵光义 正是通过这个纯化隔帖的制作 确立了王羲之 书胜的地位 早在 唐太宗时代 他也想确立 王羲之书胜的地位 他以一个皇帝的身份 不需 屈尊给 晋书写 王羲之传 可是当时在民间 几乎看不见王羲之的作品 即便你给王羲之书碑礼传 这王羲之书胜的地位 也是 有名无实或 名存实亡 在百家讲坛的微信平台上 有一位名叫山剑流水的网友提问 宋太皇帝为什么要为社会大众 制定书法的标准 这皇帝啊 什么都想定了一个统一标准 在秦始皇呢 他曾经统一了文字 他的文字的统一形式叫小传 或者叫秦传 可是秦以后呢 经过了汉 唐 这个经过五代十国 这个文字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尤其到了晋朝的时候 我们的文字 基本上以凯书为准了 可是凯书创立之后 却没有把凯书作为标准 那无论是唐太宗 还是宋太宗啊 都想寻找一个 这个一统天下之后 文字上的统一方式 最后他们都确定了凯书 而凯书的创立者 应该归为王熙剧 所以呢 这个《纯画隔帖》就起到了这种 统一字体的这样一个作用 《纯画隔帖》一共十卷 收录王熙之 王献之父子二人的作品 竟然达到了二分之一 我们不仅要问 他们的作品究竟有哪些独特之处 宋太宗赵光义 又为什么要树立王熙之的 殊胜地位呢 我分析有两个原因啊 第一 二王 尤其是王熙之 他的书法艺术成就 是后人难以企及的巅峰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王熙之 生活在东晋时期 而东晋时期 正是我们中国古代 书法艺术 从历书经凯书 向行书的转化 实际上就是凯书 正式形成的时代 那王熙之一生啊 把大部分的精力 投入到书法艺术的 研究和创作上 所以他的作品 完全是凯书确立的 模本或楷模 他的这个蓝亭序 被称作天下第一法帖 甚至使人们达到 顶礼膜拜的程度啊 他的楷书 的确可以成为 书法的楷模 再说他的儿子王熙之 自要跟他练习书法 后来立志要超越父亲 他博才仲家 坚收病序 最后形成自己独立的风格 他擅长草书行书 历书和楷书功夫也相当深厚 完全达到了和父亲 相媲美的同等的地位 那么要确立书胜的第二个原因呢 二王书法 尤其是王熙之的书法 代表了帝王的意志 为什么这么说呢 秦始皇一统天下之后 他用秦传或者是小传 统一文字 可是这几百年上千年过去了 小传秦传 已经不可能再作为 统一文字的标准了 你得找新的文字来取代它 什么文字最好呢 当然是凯书了 所以凯书凯书就是书法的凯末 尤其是王熙之的凯书 既重归重局又不张扬个性 所以特别适合帝王的这种 一统天下的管理和统治 可是呢 这部法帖制作好之后 没出半个世纪 宫廷一场大火 这枣木板的纯化隔帖被缝毁了 原版被毁 那么根据原版制作的组刻本 就成了唯一的依据了 因此人们只能根据组刻本进行翻刻 然后根据翻刻本再翻刻 一代一代往下传 从宋到清 这个翻刻本啊 越传越多 越传越烂 离组刻本的距离越来越远 自己变形 模糊不清 因此根据枣木板制作的组刻本 就成了国宝 价值连城 可是 这个组刻本 却在 历史中消失了 不知所终 很多书法家 只听其名 从来没见过实物 那么 纯化隔帖的组刻本 究竟还有没有遗存呢 谁也说不清楚 成了历史的谜团 103位帝王将相 420篇书法末迹 被完整地收录在了 纯化隔帖中 成了弥足珍贵的 艺术瑰宝 因为珍贵 纯化隔帖被多次翻刻 但是它的组刻本 却遗憾地消失在 茫茫人世间 始终下落不明 而就在千年之后的 一场拍卖会上 奇迹发生了 令多少人 惦念和牵挂的 纯化隔帖 竟然神奇地现身了 1994年 在香港的一家拍卖公司 举行的 中国古代书法踏本 专场拍卖会上 在拍卖的图录中 出现了 纯化隔帖的组刻本 这个珍奇的国宝 一旦出现 引起了拍卖界的轰动 大家纷纷参与竞拍 可是最后 却被一个叫 安思远的美国人 买走了 从此 这件国宝流失海外 这个取了一个 中国人名字的安思远 是英国名门望族的后代 1929年 出生在北关纽约 他的父亲是一个 以牙科医生 他的母亲是一个歌剧演员 可是他自小 钟情于东方艺术 经过多年的探索 研究和收集 收集了大量的 中国古代文物 成为在美国被公认的 最有品位 最有水平的收藏家之一 其实早在60年代 这个安思远呢 他就想收购 纯化歌帖 他在香港 一个偶然的机会 结识了一位收藏家 叫李启言 这李启言呢 就把他的收藏品 一一介绍给 安思远 就在这些藏品中 他见到了 纯化歌帖的第四卷 他非常喜欢 李启言见他 喜欢纯化歌帖 又把他推荐给 另外一个收藏家 叫吴普新 在吴普新的收藏品中 他见到了 纯化歌帖的六七八卷 当时他就想 把这四卷收购 可是这两个人 根本没有出让的意思 到了1994年的 6月1号 香港一家拍卖公司 举行了一场 中国古代书法踏本的 专卖会 在这次拍卖会上 李启言收藏的 纯化歌帖第四卷出现了 引起了拍卖界的轰动 安思远听说消息之后 立刻赶到香港 经过激烈的竞拍 他把这个纯化歌帖 买到手 到了1995年的9月 到了1995年的9月 美国纽约一家拍卖公司 拍卖吴普新的藏品 在这次拍卖会上 出现了吴普新收藏的 纯化歌帖的六七八卷 安思远赶到现场 经过竞拍将这三卷 这个纯化歌帖 成功收购 至此 安思远一共花了三十万美元 收购了纯化歌帖的 四六七八卷 消息传到国内 人们为自己的国宝流失海外 扼腕叹息 可是没办法 不久国家文物局的外事处长 到美国访问 进行谈判 谈判什么呢 就是中国古代文明的艺术展 要在美国举行 这处长出发之前 来到了著名书法家 启公老人的家 向他咨询一些问题 临走之前 老人告诉这个处长 说你到了美国 设法打听一下 有一个叫安思远的人 他手上有我们的 纯化歌帖 要想方设法 把他收购回来 如果见不到 纯化歌帖的祖刻本 我死不瞑目啊 这位处长到了美国 经过一番周折 他终于见到了这个安思远 一进安思远的客厅 处长被震惊了 只见地上铺的是 清朝宫廷的地毯 墙上挂的是 元代道教的壁画 墙根这条岸上 放着的是 唐代的思维菩萨 门后立着的是 唐代的陶勇 这个多宝架上摆的 历代名贵的瓷器 书画收藏库 横诗横文 收藏条件非常好 不愧是世界一流的 私人收藏家 震惊之余 这处长呢 就向安思远提出要求 能不能把您收藏的 这个纯化隔帖 让我看看 这安思远先生 非常热情的 向这位处长介绍了 他收藏的这个纯化隔帖 通过安思远的介绍 处长知道 安思远收藏的纯化隔帖 只有四六七八卷 而不是全部 那么当这个安思远先生 把四卷纯化隔帖 呈给处长的时候 这处长心情激动啊 赶快洗了手 戴上手套 小心翼的 打开了纯化隔帖 这个套装 只觉得那自己是身材 飞扬 满直流动 以处长多年鉴定文物的经验 他判断这个纯化隔帖是真极 在处长欣赏这纯化隔帖的时候 安思远先生坐在一旁 静静地观察着它 直到这个处长 看完最后一页 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安思远先生说 我真没想到 你们中国人 是如此地欣赏这部发帖 这些发帖在美国 人们都不重视 把它当作印刷品 认为它不值钱 这处长连忙接过话茬说 那您能不能把这纯化隔帖 拿到北京去展出呢 这安思远先生笑笑说 既然您怎么喜欢 我答应 把这纯化隔帖 拿到北京展出 同时又流露出 想用文物交换纯化隔帖的意图 1996年 安思远先生带着四卷纯化隔帖 来到了北京故宫博物院 故宫博物院的领导 就通过这个外事处长 就将这个安思远先生提出 用文物交换纯化隔帖的事项 可是呢 故宫博物院提供的文物 安思远先生不想要 安思远想要的文物呢 都是在典章制度中 记录在案的 不宜进行交换 因此 用文物换纯化隔帖的事儿 就没完成 到了2002年 这安思远先生年事已高 身体每况愈下 据说在自个儿家客厅里 都走不了几步了 安思远先生没有后代 也没有合法继承人 按照美国的法律 安思远先生一旦去世 他的全部收藏 包括纯化隔帖在内的全部收藏 将归美国博物馆收藏 到那个时候 纯化隔帖就再也不可能 收购回国了 怎么办 在大家没有什么好办法的时候 事情有了转机 2002年11月 上海博物馆举办了一次画展 就是近唐以来 国宝级的书画展 这次画展 这次画展 惊动了这个业界 引起了轰动 安思远先生在报纸上看到了消息 于是向上海博物馆表达了自己的意愿 他希望把他收藏的纯化隔帖四卷 出让给上海博物馆收藏 上海博物馆接到这个信息之后 立刻申请收购纯化隔帖 申请很快得到批准 专项资金也已到位 上海博物馆的领导 找到了这个国家文物局外事处处长 委托他到美国收购纯化隔帖 2003年的春天 外事处长再次来到了美国纽约 见了这个安思远先生 处长和安思远先生一见面 快人快语单刀直入 就说 我这次是代表上海博物馆 来收购这个纯化隔帖的 先生您说究竟要多少钱 安思远老人迟疑了一下 缓缓地说 我正是通过这部法帖 了解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神 我知道这部纯化隔帖 它是中国人的国宝 我希望他回到他自己祖国的怀抱 那么日本人要收购他 我出价1100万美元 中国国内有个人收藏家 要收购他 我出价600万美元 我知道您是为了国家来收购他 咱们不再讨价还价 就450万美元 这处长立刻请示上海博物馆领导 领导马上同意 任可就这样 上海博物馆花450万美元 将这部送贷的纯化隔帖祖客本 收购回国 这个国宝 消失了很久 终于回归祖国 成为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好了 纯化隔帖的故事就讲到这儿 我们下回再见